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我们就会列举一些 可见哈马斯他们也发起了激烈的认知战 更加险恶 那么更重要的是 一些人心中的善恶观念有点模糊了 被看似公平正义的魔鬼之词欺骗 10月13号 中共外长王毅在与欧盟结束了中欧对话之后 出席了记者会 在这个记者会上 王毅代表中共发表了一番讲话 如果你事先不知道这是王毅的发言稿 还以为是哈马斯分子的演讲稿 以色列人听到王毅的话 更加感到出离愤怒了 同一天 以色列外交部亚太事务副总司长兼大使哈帕兹 同中共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骏通话 对中共的声明与媒体报道深表失望 因为自从一周前 以色列被入侵以来 中共在这些信息当中 没有对恐怖主义组织哈马斯 针对无辜平民发起的恐怖袭击 还有恶毒的屠杀 以及将超过150人绑架到加沙地带的行径 做出清晰明确的谴责 中共也没有提及 以色列有权捍卫自身及其公民 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 在遭到前所未有 且人类社会所不容的残忍袭击时 拥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以色列外交部认为 中共的声明不合时宜也不真实 早在10月11号 以色列公布了此次战争的目的 就是确保哈马斯 不会拥有任何可以威胁 或杀害以色列平民的军事能力 就是彻底的 要对加沙地带的所有恐怖分子 去军事化 将来不再发生 像10月7号那样的大屠杀 与此同时 以色列正在为地面进攻加沙后 不可避免的军事伤亡做准备 他们正在地下停车场 建立大型的临时医院 以保护他们免遭无人机和火箭弹的袭击 由于担心乙军开始地面行动 彻底摧毁哈马斯等恐怖组织 及其地下武器网络 中俄和西方都有些有用的白痴 就开始跟网易一样的舆论攻击 企图阻止乙军进入加沙 比如也是在13号 所谓地面行动的专家普京 也警告以色列 不要再加沙采取地面行动 将给双方带来严重后果 并呼吁立即停火 就连中俄的傀儡伊朗 14号也跳出来威胁说 真主党已经准备好了 一旦乙军进入加沙 真主党将给以色列带来大震动 自2011年以来 真主党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 对外行动部 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人的家人 在他不在的时候被灭门 这个人要找出凶手并消灭他 最起码也要剥夺他再行凶的能力 在他找出全部凶手之前 周围的围观者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手画脚 要求受害者放下武器 停火止战 现在跳出来指责以色列 不考虑加沙平民的说法 先不说准不准确的问题 他们怎么就不提国际社会 有没有计划 如何把哈马斯绳之以法呢 看热闹的人 不仅不去帮忙抓凶手 却要求受害人不要去抓凶手 还急切地为加沙人开辟人道主义通道 送进去物资 而这些物资能到普通平民的手中吗 所以以色列对中共抗议是有道理的 无论外界环境多么复杂 以色列军队仍然全神贯注在自己要做的工作上 他们已经连续两天通过各种方式 比如10月13号的社群公告 飞机拨撒船单等等 告诉位于加沙地带以北的加沙市的平民 全部撤离到加沙南部 为此呢 以色列国防军14号再宣布 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期间 在加沙北部到南部 开辟了两条撤离路线 以军将不对这两条路线进行袭击 以军还表示 如果你们关心自己和亲人 趁此机会向南撤离 10月9号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 他已经下令全面围困加沙地带 切断水电 许多人利用加兰特的话呀 说以色列对所有加沙人实施集体惩罚 违反了国际法 但事实如何呢 首先啊 说一说加沙地带的电力供应情况 和平时期呢 加沙50%的电力由以色列免费提供 加沙还有一个独立的产油发电厂 其发电量占加沙需求量的25% 其余发电量呢 则来自大量私人产油发电机 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屋顶太阳能光伏板之一的发电站 那加沙居民呢 对停电习以为常 每天平均用电是4小时 自从加沙的电力基础设施 在2014年的加沙战争中遭到破坏之后 哈马斯就再也懒得修复这些基础设施了 尽管他们得到了许多外国援助资金 你知道的啊 钱拿去干啥了 有经济能力的加沙居民呢 自己购买柴油发电机 还有太阳能电池板 为自己家里供电 从战术意义上讲啊 哈马斯的地下沿体 还有总部很可能仍然有电 因为他们已经储备了数月的柴油燃料 停电的更广泛影响啊 主要是加沙的供水 海水淡化 还有污水处理 这些都需要电力供应 才能运行 如果最终得不到解决 就会造成危机 然而呢 在哈马斯入侵以色列 几小时后的10月7号上午 加沙配电公司发表声明说 由于目前的安全局势啊 从周六7号上午开始 以色列内的所有电线和溃线都已中断 这意味着要么是哈马斯故意切断电线 要么是他们向以色列发射的大量火箭弹破坏了电网 而加兰特说 切断水电的化石已经是两天后的11月9号这天 所以呢 这不完全是以色列的责任 而且呢 国际法并不要求以色列工程师冒着生命危险 去修复被哈马斯切断的线路 特别是哈马斯仍在向以色列发射数千枚火箭弹 再说加沙地带的水 其实呢 以色列只提供了加沙10%的水 其余的水呢 来自加沙的一个水厂 但该水厂的基础设施一直被哈马斯破坏 根据哈马斯自己发布的一段影片显示呢 哈马斯从地下挖出水管 用于制造火箭弹 而以色列的供水份额比加沙人的农业用水还要少 而天国说什么 以色列七段水啊 就成了200万加沙人生死攸关的大事 稍微有点夸大其词 所以说呢战场外的认知战啊 也是打得如火如荼 均举几个例子啊 比如呢 有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儿童视频呢 有一百万次浏览 但它并非来自加沙 这段影片呢 在2014年在叙利亚拍摄 展示了叙利亚政府军轰炸之后的情景 再比如 有一段影片呢 谎称加沙儿童在空袭后寻找食物 但它是2021年发布在TikTok上的影片 显示黎巴嫩北部的一个叙利亚难民营 发生火灾之后的情景 再比如 有一段影片呢 谎称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空袭之后啊 从水泥板下面救出一个儿童 但实际上呢 它来自2016年 显示的是叙利亚政府军进行空袭后的情况 还有汉马斯恐怖分子自己演砸的宣传影片 比如在屠杀儿童的父母之后 拍摄关爱儿童的宣传片 汉马斯让儿童百姿势装死 扮演乙军袭击的受害者 那在另一个影片中啊 扮演被乙军袭击的受害者演员呢 竟然是个玩偶 总之啊 这些虚假信息例子是数不胜数 在汉马斯突袭发生的一周之后 其幕后黑手呢 也逐渐显露出来 调查界有句行话 跟着钱走 follow the money 意思是呢 通过调查凶手的金钱来源 就能顺藤摸瓜 查到幕后黑手 知名加密货币研究机构 埃利普特的分析显示 在2021年8月到今年6月 也就是10月7号 以色列被袭击之前 巴勒斯坦圣战组织 通过总部位于莫斯科的 加密货币交易所 Garantex 收到了9300万美元 另一家加密货币分析和软体公司 位于特拉维夫的BitOK的研究显示 哈马斯在类似的时间段内 收到了大约4100万美元 在莫斯科国际商用中心联邦塔楼 有着庞大办公室的Garantex 去年4月已经被美国列入黑名单 但是它依然是俄罗斯人 将资金转入和转出美国的主要渠道 也是俄国犯罪分子洗钱的主要工具 交易量甚至比制裁前高出三倍 因此可以初步判断 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和其他恐怖组织的资金 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俄罗斯 然而俄罗斯深陷俄乌战 普京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武器 用在乌克兰战场了 哪有余钱给哈马斯呢 而与俄罗斯经济往来最活跃的只有中共 所以啊中共不仅既出钱又出武器 而对哈马斯进行训练的就是俄罗斯的瓦格纳 好那咱们节目呢说到这儿 按客户要求啊又是推荐产品的时间 还是跟您推荐德国知名护肤品牌 Demaroller的玻尿酸面膜 这款面膜在欧洲中国卖得非常好 去年双十一大陆销量火爆 很多明星都在使用评价非常好 这款面膜呢有几大亮点 第一啊采用美容院级别的泪水光针 高品质玻尿酸 舒缓补水高效保湿 第二含五生泰三千 刺激胶原蛋白生成 简单细纹也含维生素E 能对抗老化 那第三面膜纸的材质是蚕丝棉 用起来是非常的服贴 特别容易吸收 您现在点击描述栏 还有置顶留言处的我的专属链接 输入折扣码大宇 就可以得到额外85折优惠 比Amazon等平台的价格要便宜很多 Amazon之前是69块9毛9美元 现在涨价到78块9毛9美元 我们的价格单核是59美元 每核10片 如果买三核套装会更优惠 打完巴尔泽之后 平均下来一核只要53美元 需要大量买的朋友啊 建议您一定买三核套装 比单核的要划算很多 好 现在呢回到我们的新闻话题 那么尽管以色列已经在2005年 全面撤军 但它仍控制着加沙地带的海陆空边界 严密监视该地区哈马斯的武器供应 加沙地带的人员流动啊 受到埃及和以色列的严格控制 在365平方公里的陆地上 只有两个过境点 人们都在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哈马斯从哪里得到这么多武器 加沙地带三面被以色列包围 与埃及接壤 那么西端呢面向地中海 以色列海军在那里限制 人员流动的范围只有12海里 那就是说加沙船只只能在12海里内航行 超过这个距离呢将被以国海军打击 但是奇怪的是 哈马斯的武器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通过海上运敌的 中央武器的密封舱被投放到加沙海岸 即所谓的船道岸转运 尽管以色列海军的存在呢 会带来他们运转武器的风险 但这种方法使哈马斯呢 得以绕过官方的一些边境管制 为大量武器储藏的持续供应啊 提供了一些便利 另一条路线是军火走私者利用地道 哈马斯通过埃及加沙边境地下 错综复杂的地道网络 与伊朗和叙利亚建立了一条隐蔽的补给线 在很大程度上瞒过了国际社会 一些大一点的武器或弹药呢 通常是拆分成零件 然后运到哈马斯的地下工厂组装而成 但即便是多次发现 哈马斯发射了中共的火箭弹 以色列呢也一厢情愿地认为 伊朗等国是根据中共的许可证 在制造火箭 那么以色列的费什尔航空航天战略研究所 就曾经说过 这是因为中共与以色列军方的关系更为密切 他们不会帮哈马斯啊这样的糊涂话 但中共外长王毅最近的讲话 不知道能不能让以色列如梦初醒 那么现在呢还有另一个问题 大家比较关心 就是呢乙军的动员工作已经完成 其中包括36万名预备役人员 军队总人数超过50万 那么乙军将如何打击 藏匿恐怖分子哈马斯的加沙地道呢 从10月10号上午以来啊 乙军已经将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赶回加沙地带 并重新封闭了围栏 随后呢乙军宣布 加沙地带周围10到15公里为作战区 截至10月6号左右 加沙地带的恐怖分子的组成是 4万名哈马斯成员 1万5千名巴勒斯坦圣战分子 还有一万名其他团体的恐怖分子 总共6万5千名恐怖分子 然而呢 为了抵御以色列军队的地面进攻 哈马斯花了20年时间 建造了一个迷宫般的深层防御地道 这个庞大的第一道网路啊 在某些地方深达地表下30米 是恐怖组织多年来准备的防御攻势的核心部分 隧道入口隐藏在民房 清真寺还有学校的底层 而这些地区狭窄的街道和小巷 预计呢已经布设了 诱沙装置还有自制炸弹 为跟乙军的巷战呢 做了一些准备 这意味着啊 对加沙北部的地面进攻将充满危险 很可能造成双方 以致留守平民的重大死亡 那么当地居民 还有被劫持的150多名 以色列人质都可能成为人盾 这将增加清除哈马斯防御攻势的难度 以色列官员还说呀 哈马斯在居民楼附近建立军事基地 将武器藏在民宅 甚至学校和卫生设施中 以色列雷克曼大学地下战争专家 李切蒙德·巴拉克博士说 加沙的地道比用于潜入 以色列领土的跨境通道 更深更复杂 而且呢 这些地道适合长时间居住 配备了电力照明和铁轨 可以走动和站立 有指挥控制中心 还有领导人的藏身地 那乙军的发言人说 把加沙地带想象成 一层是平民 另一层是哈马斯 而乙军正试图 进入哈马斯建立的第二层 这些不是为加沙平民建造的掩体 平民是不允许进入的 只是为哈马斯和其他恐怖分子准备的 在2021年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 上一次战斗爆发之后 乙军声称摧毁了 60多英里长的地道 然而呢 哈马斯当时声称 只有5%的地道遭到破坏 因为哈马斯吹嘘 他的地道至少长达300英里 比伦敦的地体还长 那根据乙军过去40年左右 在类似情况下的行动来看 如果他发动地面进攻 他会将加沙地带分割成多个区域 然后沿着选定的路线前进 再然后呢 包围封锁 围攻较小的地段 对这些地段进行大规模的火力攻势 然后谨慎的 一个接一个的进行攻击和扫荡 这是此类行动的典型战术过程 现在呢 乙军已经通知加沙市的居民 撤离到加沙和以南 这说明啊 乙军将从加沙和以北开始扫荡 而加沙地带的恐怖分子 已经取消了集中化 将部队分散成小谷 现在正坐在藏身处 等待乙军的下一步行动 那么 伊朗会介入吗 它不是14号发出了威胁吗 不过呢 从目前的事态发展来看 只有当以色列公开 大张旗鼓的攻击 黎巴嫩 还有叙利亚境内的珍珠党基地时 伊朗才会介入 否则呢 伊朗的参与 仍将极未有限 事实上啊 为了切断伊朗对叙利亚的供应线 10月12号清晨 乙军同时对叙利亚大马士革 还有北部城市阿勒坡机场 发动了导弹袭击 炸毁了机场跑道 使这两个枢纽机场无法使用 这些机场呢 是珍珠党和伊朗革命卫队的基地 但伊朗只做了轻描淡写的回应 虽然呢 美国的两艘航母打击群 将坐镇东地中海 英国海军也将派出应急部队 包括空军的波赛东P-8A海上巡逻机 登陆舰还有伤员接收舰 以及其他侦查资产 目的是加强地区稳定 防止局势升级 并帮助缓解人道主义危机 但美国已经宣布 它不会派部队到以色列 也敦促以色列 把战火仅限于 针对哈马斯的反恐战争 不要扩大到西岸的巴勒斯坦地区 也不要点燃于 中东穆斯林国家的战火 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都还记得 美国在2001年发生恐怖袭击时 陷入了长达20年的反恐战争 那美军在2021年 要从阿富汗撤军 为什么要从中东撤走呢 因为美国意识到 因为这个反恐 中共得到了20年的苟延残喘 因此美国不会过度介入俄乌战 就是为了把精力 集中到亚太地区 集中到抗共上 如果中东战火再起 谁是最大的受益人 除了俄罗斯之外 就是中共 难道美国又要回到原点 再给中共20年吗 这好像是美国不愿意见到的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派案惊喜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